有钱人想的和你不一样 十七条思维习惯 让你换上一个有钱人的路袋 我们居住在一个意愿的世界 上和下,光和暗,热和冬 爱和爱,快和慢,油和左 这只是在一千上万里的几个例子 为了一个极的存在 另一个极也必须存在 有右边,又怎会没有左边呢? 毫无疑问的 有金钱的外部法则 主定也会有它的内部法则 外部法则是包括了比如商业知识 金钱管理,投资策略等等 这些都是基本的 但内部游戏是同等重要的 好像木匠用它的工具做类比 一个一流的工具固然是重要 但是要做一个顶尖的木匠 它就要很熟悉地去用不同的工具 我有句名言 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 是并不够的 你要成为在恰当的时间 恰当的地点 那个恰当的人 那你是谁呢? 你有什么思考? 你的信仰是什么? 你的习惯和特点是什么? 你如何真实地探索自己呢? 你对自己有什么信心? 你和其他人相处的关系有什么? 你对人家的信任度有多深? 你真的觉得自己配得上财富吗? 就算是不方便,不舒适 你会不会无视恐惧 无视忧虑地去行动的能力呢? 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又可不可以胜任呢? 事实上是 你的性格 你的思维 你的信仰 都是决定你成功水平的关键 财富的原则是 你的收入 只是能够增长到你能够增长的程度 为什么金钱蓝图那么重要? 你有没有注意到 有些人拥有很多钱 然后全部会输清光 或者他们遇到非常好的机会 他们会运行得很好 但没多久呢 就会出现问题了 由外部看 这些好像是压云 一次的经济衰退 一个很差的合伙人 或者其他其他 但内心其实是另一样东西 如果你得到一大笔钱 这笔钱也不会逗留得很久 很大机会你会陪光他们 好像一个众六合彩的人为地址 研究一次又一次表明 无论你赢多少 其实这些众彩人 最终都会回到原先的财务状态 相反的 这个白手兴家的百万富翁 就是刚刚相反了 当这些富翁损失财产 他们通常都会在很短的时间里 把钱赚回来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呢 因为这些白手兴家的百万富翁 就算他们赔光了钱 他们都不会丢弃了成功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他们的百万富翁思维 树根是决定果实的 我们想象一下一棵树 当我们假设这棵树代表了生活的话 这棵树上面有果实 就是我们所说的结果 但是真正创造出这些独特的果实 是种子和根创造出来的 是地上的东西伸出地上的东西 是看不到的东西伸出看到的东西 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想改变果实 你首先要改变它的根 如果你想要改变看到的 你就必须要改变看不到的 我们的根基正正就是我们的内心世界 你不可能改变已经挂在枝头的果实 但是你可以改变明天的果实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你就一定要挖向地下 加固你的根基 我们是有四个象限的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 都唯一一个平面的地方 我们至少同时处于四个领域 这四个象限分别就是 物质世界 智力世界 情感世界 和精神世界 事实是 金钱是果实 财富是果实 健康是果实 疾病也是果实 你的体畅也是果实 我们生活在一个因果世界里面 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人间接地说 你缺钱这个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请你听清楚这句话 缺钱从来都不是 也永远都不会是个问题 缺钱只是一个表象 缺钱的结果 但是根源是什么 改变你的外部世界的唯一方法 首当其冲 是要改变你的内部世界 无论你得到怎样的结果 富有或者贫困 美好或者恶劣 积极或者消极 你都是要记得 你的外在世界 完完全全就是你内心世界的影像 我们可以使用宣言去进行改变 这是一个有效的秘诀 我们可以用加速学习的战术 让你更快地学习 要何以致用呢? 其中一个最古老的言语就是说 你听见的你会忘记 你看见的你会记住 你亲手做的你会理解 所以每当读到我们书里面 用一个重要原则的结尾的时候 首先 请你把手放在胸口前面 做一次口头的宣言 然后将你的食指放在你头上 再做一次口头宣言 宣言是什么? 是一个积极的表述 大声用力地表述出来 宣言为什么是这么有价值的工具? 因为每件事都是由一种事物 就是能量所构成的 所有的能量 是用频率和震动去进行传播的 而你所做的每一个宣言 它都传送着它自身的震动频率 当你大声地说每一个宣言的时候 它的能量就会通过你周身的细胞去震动 同时会接触你的身体 你是可以感受到它独有的共鸣 它也都会向着你的潜意识 发送一个强大的讯息 我建议你在每天早上 还有每晚大声地说你自己的宣言 说宣言的时候可以是对着镜的 这样可以更加快地加进进程 当你说宣言的时候 记住要把你的手放在心口 说 我的内部世界 创造着我的外部世界 然后用手摸摸你的头画 我有百万富翁的思维 我们的金钱蓝图 它是怎么构成的呢? 金钱蓝图是什么? 这个圆完全全是你预先设定 它是跟金钱相关的规划或者方法 我想跟你介绍一个很重要的公式 因为它决定着你如何去创造你的现实和财富 这个公式我将它叫做表现进程 是这样表达的 财富的原则是 思想决定感觉 感觉决定行为 行为决定结果 那你现在的金钱蓝图是怎么形成的? 很简单的 它主要是由你过去接受的讯息 或者程序所组成 特别是当你是一个小朋友的时候 那谁是设计这个习惯的主要施力者呢? 对大部分人来说 这个可能是你父母 兄弟姊妹 朋友 权威人士 老师 宗教人士 媒体 甚至乎是你文化所赋予的一些因素 每个小朋友都是被教会 如何去思考和对待金钱的 当说到钱的时候 你是被教会如何去思考和行为 而这些教导你的 就成为了限制了你的条件 自动的反应 会驱动你日后的生活 所以 除非你调整和改变 你自己思维里面的财富工具箱 我们的思想 起源在信息工具箱 它已经存在在思维的储存柜里面 这些信息 都是来自过去的程序的 就是说 过去的程序 决定了我们思维每一个永远的思想 这个就是我常说的程序思维 我们要记住 程序决定思想 思想决定感觉 感觉决定行为 行为决定结果 那我们究竟是怎么样被支配的 包括金钱在内的生活 每一个舞台里面 有三样东西在支配我们 包括了第一 口头支配 小过的你听见过什么 第二 模型 小过的你见过什么 第三 特别事件 小过的你经历过什么 当你学会了为了财富和成功 如何重新支配你的时候 你就可以支配你的思想 我们先讲第一影响 口头支配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话 金钱是卖恶资源 穷的时候你要折省金钱 有钱人都是贪婪的 有钱人都是罪恶的 金钱买不到快乐的 富者越富 穷者越穷 这些东西太贵了 我们负担不起呀 等等等等的说话 我们小过听见的 所有关于金钱的神述 都会留在我们潜意识里面 是会作为描维你日后财务生活的 就是蓝图的一部分 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 我在想 为什么当我的生意一展红图 但我股票好像都没有赚过钱 我想起我小时候 开始回忆 我父亲每一天下班 坐在餐厂旁边看报纸 研究股票版 然后他就会很生气地 说这些股票全部都赚不到钱的 我们现在就明白 口头支配的力量了 你可以看到 我在股票里面分文未收 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我已经被逐字逐句设定到失败 设定到无意识地 选择错的股票 错的价格 错的时间 为什么呀 因为我的潜意识里面跟我说 股票是赚不到钱的 所以我必须在我耐心的财务花园里面 去挖出这一片庞大 但有度的杂草 由我重新支配自己那一天开始 我选的股票就开始向上升 在那个之后 我一直在股票市场里面穿风得意 我再说多次 你的潜意识支配了你的思想 你的思想确定了你的决定 你的决定确定了你的行为 而你的行为最终 确定了你的结果 做出变化有四个关键要素 每一个都是重新设定你的财务蓝图的基础 它们简单而且有效 变化的第一要素就是 你要知识 第二要素是 你要理解 第三个要素是 要分离 一旦认识到这个思考方式 并不是你的 你就能够将自己和它分开 选择现在 究竟是将它保留 还是被这个思想离去 你可以观察这种思维方式 看看它为了为什么而存在 究竟它是有道理 还是已经对你没有价值了 变化的第四个因素是 重新支配 我们将在这本书的第二个部分 开始这个过程 向你介绍产生财富的工具箱 我邀请你 一起来重新训练你在金钱 和成功方面的思维 我们现在开始变化的步骤 第一是口头支配 首先我们用知识这个方法 写下你小时候 听说过所有有关金钱 财富的说法 第二是理解 请你写下到现在为止 你相信这些说法 给你带来财务生活 是什么的影响 第三是分离 你看一看这些思想 究竟是你自己的 还是属于其他人的 你看不看到这一刻 你可能有一个不同的选择 宣言 请你把你的手放在空前 说到 我所听过一切有关金钱的说法 不一定是事实 我选择采用支持我的快乐 和成功的全新思维方式 然后用手摸摸你的头说 我有百万苦翁的思维 第二个 是我们的影响 无形 在金钱的舞台里面 我们通常都很可能 是受到相亲其中之一 或者两个的做法所影响的 像我这样 我父亲是个企业家 他是从事建造住宅方面的生意 他每一个项目的住宅 由十几户到上百户不等 每次他都要投入巨额的资金 所以每次他都要押上所有家当 在银行借巨款 直到买出所有的住宅 收回现金为止 所以在每个项目初期 我们家都没有钱 只得债母 在这段时期 我爸爸的心情就不是很好 就算我问他拿一美分的东西 他的标准答我也是说 我不会有这个钱的 这个特定的场景 大概为止一两年 直到住宅买出 我爸爸就会成为另一个人 他变得快乐 和气 大方 他甚至会主动走过来问我 是不是需要钱 又直到恐怖的一天 都可以回家宣布 我发现了一个很价钱的地皮 我们要建房子了 这个模式 由我六岁开始 直到我二十一岁才停止 二十一岁那年 我完成了学业 成为了一个建筑师 然后我去成立自己的生意 但是在很奇怪 我每一次找到少少钱 我就会普境不长 一瓶如洗 我意识到问题 可能不在于我选择的生意类型 选择的合复合档 我雇佣的员工 外面的经济状况 生意进展顺不顺利等等等等 我意识到 这个可能 是因为我没有意识感 重演我父亲那种 起起落落的收入模式 所以 让我们一起来到 下一个变化步骤吧 模型 我要知识 理解 并且进行分离 我看得出这种方法 并不是属于我 我要大声感读出我的宣言 将你的手放在空前 说到 关于金钱 我模仿的 只是我父亲母星的方式 我现在要选择属于我自己的方式 然后用手摸摸你的头 说到 我有百万富翁的思维 另外一个改变的步骤 你想一想 你有没有曾经受过一些特殊事件的影响 影响了你的思维模式 现在开始 我们知识 理解 并且分离 这个课题 我们大声道出自己的宣言 将你的手也都摆在空前 说到 我释放出所有消极的金钱经历 现在开始去创建一个暂新富有的未来 然后用手摸摸自己的头 我有百万富翁的思维 另外一样东西 你制定的目标是拥有高收入 一般的收入 还是低收入 在几年前 有一个穿着不尋常的紳士 来到我们的研讨会 在结束的时候 他走过来问我 他说他一年已经赚到五十万美金了 究竟这个百万富翁思维货 能够为他做些什么 我问他 那为什么你一年不赚二百万呢 蓝图 这个财务的蓝图 正正就是为你想达到你全部财务潜力的人而设定的 你要考虑一下 为什么你给自己停在五十万 在一年之后我收到他的邮件 他这样说 他说蓝图的设定令人难以自信 他曾经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将自己的金钱蓝图设定在五十万 当他重新设定在一年二百万的时候 他现在已经得到了 金钱对你来说 究竟是艰苦奋斗 还是轻松拥有呢 你拥有一间公司 还是拥有一份工作呢 你稳定在一个生意 还是一份工作很长的时间 还是已经跳来跳去很多次呢 你的金钱蓝图就好像一个温度调节器 比如说现在打开了窗 外面很冷 你的温度调节器起作用 会将室内的温度大到暖一点 相反地 如果外面很热 你室内的温度可能上升 那你的温度调节器 就会将温度大回下降 你要记住 永久改变室内温度的唯一方法 是重新设置你的调节器 同理 永久改变你财务成功的不已法门 就是重新设置你的财务调节器 即是你的金钱蓝图 你可以尝试自己想做的任何事 你可以扩展你在商界 市场 销售 谈判 以及训练方面的知识 你可以成为房地产 股票的专家 所有这些都是巨大的工具 但最终 如果每一个对你创造 和持有大量金钱而说 是足够和强劲的内心工具商 世界上所有的工具对你 都是毫无意义的 有一道简单的命题 你的收入 只能够增长到你希望的程度 记住 一切的改变第一个要素是知识 观察你自己 有意识地观察你的思想 你的恐惧 你的信念 你的习惯 你的行动 甚至是你的不行动 将你放在显微镜下面 研究你自己 多数人都会相信 我们是根据选择来生活的 但是并不是这样的 就算我们真的开竅 可能我们都只做了几样选择 总体来说 我们都好像机械人 我们自动地运转 由过去的程序 和旧有的习惯去统治 这个正是意识要进入的地方 有意识地观察你的思想和行动 以便你可以在当下 真实里面选择生活 不要被过去的程式所驱动 要知道你的思想和信念 并不是你本人的 事实上是 在你为它赋予任何意义之前 它们都是没有意思的 你要记住 思想决定感觉 感觉决定行为 行为呢 决定结果 问题就是 有钱人是怎么思考和行动的呢 这个正正就是在 未来第二部分我们会找到的 我们现在有另一个宣言 请你把手放在空前 说到 我观察自己的思想 只是保留那些 持愿我力量的 然后用手摸摸自己的头说 我有百万富翁的思维